新聞大白話可以正式加入會員了 可以觀看不定期的獨家影片花絮 還有神秘小禮物不定期抽獎的優先資格 再一次邀請您加入我們的會員 好 我們剛剛講到了美國 美國最近在忙什麼呢 還真忙耶 因為內外都有問題 好 我們來看看拜登 拜登現在呢 有一個問題是說心情不太好 為什麼不太好 因為他先前不是去到了沙國嗎 結果沙國王儲那個時候 沒有給他太好的臉色看 沒有幫他增產就算了 現在還講說 他們其實要整體OPEC Plus要剪筒 好 問題是這一剪剪了兩百萬筒 對他講 差很大耶 所以他現在講了 不計畫跟他在G20的峰會期間見面 那蘇立文白宮的國安顧問 甚至說他們要重估美沙關係 選項包含改變安全援助 話都講得唱得很明喔 但也有人說你以為你可以 但我告訴你 你現在在這個中東區域 可能你跟人家校正 校板的籌碼是很有限制的 什麼樣的原因呢 因為現在有分機家講了 說為什麼他敢這樣子直接跟你校正 原因是因為人家現在跟中國跟俄羅斯關係更好 而且他減產讓你跟美國的關係相關的惡化之後 大家就覺得就是可以跟這兩國靠得更近 人家已經換邊選邊站了 而其實現在到目前為止 拜登他在國外的政策 大家很在意這些外交關係 很在意的原因是會影響到了國內的政治 因為我們剛剛講到直接就是石油 目前美邦其實也有缺油的問題 也有能源上面的問題 大家開始對他有所省事 可也就在這個時候發現有一些畫面 會讓大家有點搞不清楚 我們先來看這個畫面 這個是拜登他在參加一個活動 那當時他其實在跟學生演講完之後 大家很開心的跟他站在一起要拍照 結果他就突然搭住人家的肩膀 然後這個小女生跟他講說30歲以前 不要談認真的感情什麼的 那孩子有點嚇一跳說 這個阿伯發生什麼事情 這個阿公發生什麼事情 為什麼這個老爺爺會跟我談這些話題 一臉尷尬 那另一件事情則是 在吃冰淇淋的時候告訴記者說 美國的經濟強勁的要死 也讓大家覺得說 你真的是跟我在同一個時空嗎 原因是現在很多美國人他是快要活不下去了 在這個冬天他們的暖氣帳單 說要增加超過三成 同時經濟前景就連當地的CEO大家都講 雖然你一直不承認經濟衰退 但在我們看來就是即將要陷入經濟衰退 前總統歐巴馬直接呼籲 拜託不要再管什麼川普 不要再管這些口水戰了 更在意的應該要是通婆問題 原因是因為這才是人民最在意的事情 目前在美國提供您一個數字 這個是2021年美方的4100萬人 也就是相當於12.8%的人 是生活在貧困之中的 那大家就想問 平均每年增加100萬的貧窮族 美國政府你真的能夠理解人民在意的是什麼嗎 來介大使你怎麼樣來看 我們首先先來談一談他的外交方面 一直以為他外交是強項 沒想到現在搞到自己真的是倒打一倒 對 其實美國跟沙烏地阿拉伯的關係 一向是很密切的 尤其從上個世紀的70年代 80年代 美國同意給沙烏地阿拉伯安全的保證 應該還有同意不要顛覆沙烏地阿拉伯 干涉沙烏地阿拉伯的內政以後 沙烏地阿拉伯承諾用石油美元 所有的這個油都用美元來交易 那等於說了保住美元半壁江山 這個關係是相互需求的 對沙烏地阿拉伯很重要 對美國同樣重要 那可是這個關係 其實看了過去走半個世紀以來 美沙關係是經得起考驗的 一直都算是很強固的 沙烏地阿拉伯一直跟美國走得很近 美國也非常支持沙烏地阿拉伯 美國從來沒有批評過沙烏地阿拉伯 說你們為什麼女性出門都要戴面紗 你們為什麼不讓女性可以開車 美國從來沒有批評過 國務院天天怪 批評這個批評 全世界國家的批評完都沒有批評過沙烏地阿拉伯 可是拜登一上台他講話有一點我覺得有點一言上幫 他這個因為哈少吉的這個被謀殺的事情 他用說這個沙烏地阿拉伯是賤民 這個話講的對於遊牧民族來講 這種是一種極度侮辱 極高的侮辱 我想在這個部分 應該是讓沙烏地阿拉伯的王室覺得無法忍受 要找一個機會宣洩一下 雖然拜登也沒有給沙烏地阿拉伯好臉色 可是沙烏地阿拉伯上一次拜登去的時候 還是給他不錯的接待 不過只是把他規格降很低 到機場的話只是派一個省長去接 所以可見雙方關係是相近如冰 那個是冰塊的冰 已經很差了 那這一次拜登上去是希望沙烏地阿拉伯增產 增產40萬種 沙烏地阿拉伯說我增產40萬種到極限了 幫事實上幫這個油價減緩 也沒有看出很大的一個幫助 可是油價自從拜登去訪的沙烏地阿拉伯 事實上一直往下降 倒不是因為沙烏地阿拉伯提供的量提高了 所以這個價錢下 而是因為國際經濟衰退 那這一次沙烏地阿拉伯 基本上完全不顧美國立場 在這個油價已經降下來的情況 減產要把油價拉上來 所以這一下把美國跟沙烏地阿拉伯 帶到基本上帶到快要 公開決裂的邊緣 是 賴亮哥你怎麼看 我覺得美國決策者 不管民主共和兩黨 他們是看不到中下階層 尤其是底層的人 他們是看不到的 他們看到了還是民意調查 民意調查不一定調查得到這些人 目前我覺得大概的態勢已經很明朗 就是說他們認為就是繼續升息 下一個月就是至少三 這已經確定了 美國事實上升息就是造成其他國家的困難 因為很多東西都是美元計價 然後有一些人家是欠的是美元債務 所以一定會有一些國家開始崩潰 然後崩潰完之後就會傷到美國的金融業 然後那個時候美國才會真正知道痛 你知道嗎 要回答到他自己才會有感覺 回答到 可是美國沒有料到英國會先出事 他可能本來想法是說 大概像斯里蘭卡 最多就巴基斯坦這種國家 有財政危機 他萬沒想到英國出了一個天才 可以迅速讓英國的財政惡化到這個程度 可是我認為未來 隨著歐洲對於人員價格的要求降價 這個呼聲越來越大 他這種壓力就會碰到 所以我認為他現在也沒有別的招 因為11月報告就要投票 所以他比如說你說油價的部分 他就先用戰畢源油再繼續賣 用這樣來壓 不然能怎樣 因為其他對阿拉伯的 沙烏地阿拉伯的任何的處置方式 都原水救不了近火 而且沙烏地阿拉伯 跟美國已經沒有合作的基礎了 他軍備也不需要你 你美國現在人員出口 你是他的競爭者 你不是買家 甚至於石油 未來用部分人民幣計價 已經成為趨勢了 所以美國坦白說 在沙烏地阿拉伯 過去的基礎已經不存在了 所以恐怕未來他還要去建構 跟阿拉伯國家的關係 還要大費周章 是 所以中東這一塊以前他以為很穩的 最穩的 好像搞到今年為止 已經有點要跑掉了 那他自己國內其實 就連川普也跳出來說 拜託啦 選民更在意是通膨 不要再管那些有的沒有的 來 老師 美國的通膨短時間看起來也解決不了 因為其實通膨的問題 我們 我相信全世界都知道 通膨的問題出在哪裡 例如說你的電價 能源價格下不來 那這個成本就拿這麼高 可是大家也都知道 能源價格為什麼下不來 那就是因為惡物的戰爭 如果惡物的戰爭能夠平定了 制裁也都結束了 然後對於伊朗的制裁解除 對於委內瑞拉的制裁解除 俄國的制裁解除 能源價格供應量開始往外出來的時候 我相信能源供需一旦形成均衡 或者是供過一求就往下降 能源價格一降 其實大家都鬆了一口氣 這是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就是全球的生產供應鏈 不要用人為的干預 例如說這段時間美國干預 這個不能賣給華為 或是華為不能買 干預台灣不能賣給華為 或是不能賣給大陸半導體等等 破壞了全球的生產供應鏈 G7的這些國家跟美國站在一起 破壞了歐洲的跟俄國的生產供應鏈 所以俄國用化學肥料的價格拉高 各方面 然後整個生產供應鏈都大亂 這個情形下的時候 其實通貨膨脹自然就出來了 大家都知道原因在哪裡 大家都知道根本在哪裡 歐美的經濟學家怎麼會不知道 可是現在的問題就在於政治掛帥 意識形態掛帥 所以就是要抗中 反中 抗惡 反惡 就是反正一定要跟你玩這個東西 那玩這個東西玩下去的話 那就是害死自己 害死全世界 然後害到不行的時候 又開始自私自利的 自己再調高美元的利息 然後調高美元的利息